前首相兼前巫统主席纳吉是一个三无议员 无政权 无官职以及无党职 但是他头顶的光环一直莫有卸下 从他在国会下议院的座位就可置一二 看看国阵议员的座位安排 根据传统 反对党领袖阿末扎西坐在埃坐第一排的第一个座位 纳吉则被排在第二个座位 面对助政副首相 在第十三届大选 坐在这个位子的人正是林吉祥 由此意味纳吉就算莫有党职 仍然是巫统里最有权势的人物 目前 巫统出现两把声音 一把是以巫统主席阿末扎西为首 这股纳吉残余势力对纳吉仍然心存感激 或许念在恩情义气 一直设法保住他 另一把声音是要巫统和纳吉划清界线 他们认为纳吉涉嫌贪污而被控 如果巫统与纳吉继续挂钩 将永无翻身之日 说的人是前第二财长左哈里 他公开质疑巫统为何让贪污官司缠身的纳吉到双西甘迪斯州一席补选助选 以及巫统总秘书安努亚穆沙认为 要重建巫统就必须与纳吉保持距离 想要重获人民支持就必须摆脱纳吉这个包袱 认同第二把声音的巫统党员位数不少 可是有胆把真话说出口的人不多 虽然说得太迟 也好过磨有开过口 很多时候 讲真话在政党内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现实中很难做到 在大是大非之前 假如讲真话会影响自己的利益 尤其在巫统这个庞大的政治体系 绝大部分人会选择保持沉默 纳吉在位时 十分赏识左哈里和安努亚 二人才有机会封关禁绝 不过他俩早已将婆婆妈妈的恩惠抛诸脑后 因为个人利益已经不存在 不如以巫统改革之名要求纳吉自动离开 杜绝纳吉势力继续渗透巫统 当初 大多属巫统领袖基于迂府的道德包袱和绝对服从的传统 居然集体信任一宗接一宗的弊端 盲目服从最高领导人 当政权倒下 他们才忽然醒来 纳吉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巫统实在莫有理由浪费人力物力去维护纳吉一个人 当务之急应该是重整巫统 纠正这个政党给人贪污腐败的印象 至于纳吉个人是否有污点 就让法庭去审判吧 曾经有人说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 避论进步 同样的道理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政党 也避论改革 政党改革固然重要 如果没有一个人敢于讲真话 敢于放下负资产 任何改革都是一句空话